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ERGaming的队长 Fox TS 我是来自ERGaming的NICE 然后我在团队中担任指挥官 我知道你一定会问这个问题 我已经想好答案了 我们确实是因为准备不足 就是太 就是由于准备的原因 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最大的交响敌去准备 然后和他比赛的时候 自己有一些失误比较多 而且我们在中期的时候 因为网络的原因 然后我们中间有很多场比赛 一直存在一个掉线的情况 丢包 然后导致我们中间输了很多比赛 和打了很多架势 这个赛季确实比上个赛季 遇到的困难要多 一个队伍注入一个新的血液 必然会带来一些改变和改革 从目前状态来看的话 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以前 从未有过的一些想法与打法 并且我们会在这次比赛中 把他实际的实践出来 这位队员也是国内的一位坦克实际的选手 蛮有经验的 然后他擅长的位置就是担任一个坦克的 就是一个担任团队的一个盾牌的一样的一个角色 他不是用来表现和打输出的 他相当于是一个团队的一个支柱 然后对于他这一赛季的发挥 我们对于他的评价是合格的 觉得他是有能力代表一龙出战这次比赛 不然他也不会出现在名单的 然后也希望这次比赛之后 给他一些锻炼的机会 让他更好地提到自己 很激动 然后这一次 罗给明在台北举办的这一届的第二次的WGR 真的没想到和子方的这么棒 我刚刚看到场馆之后 作为一个选手 就是看到了自己的舞台 然后就会觉得真的很棒 然后这次的行程安排什么的都挺好的 除了我们来就是大陆和大陆来台湾有些麻烦之外 其他的一切都很好 而且罗给明的赛事举办的也越来越好